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经济数据疲弱 加上市场普遍预期 欧洲央行9月将寄出重大货币刺激政策 刺激德法等欧洲各国 10年期供债值利率27号创空前行低 部分国家甚至首度出现负利率 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下调 已经高价买房的业主 跟开发商之间产生了剧烈对抗 位于上海郊区的一律地楼盘 在5天之内价格足降25% 业主们痛批5天相差30万 我们几年都白干 新兴及时通讯业者Snapchat传出 近几个月来已经完成新一轮募资 依据募资行情 公司市值大约100亿美元3000亿台币大关 高出了Facebook去年开价900亿台币的两倍之多 大通电信日前申请执照 起满或换照 电视NCC否决申请 2012年买下大通电信的YMAX业者 威达云端 刊登广告抗币NCC 不排除联合业者走上街头 新唐人亚特电视真理报道